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这个事件是一个悲剧 但是它也促进了人类科技 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重大的进步 在mRNA疫苗取得重大成功之后 很可能就是人类在癌症治疗方面的重大的突破 要知道mRNA技术最初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对癌症的治疗方式的 疫情的发生对于mRNA技术是一个促进 这个是科学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这一事件也为人类探索自己的自我管理和组织方式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标本 人类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 在社会管理方面到底是民主制度更有效还是极权制度更有效 这儿请注意 这儿说的是哪一种制度更有效 而不是哪一种制度更道德 在道德问题上这两种制度的对比基本上是已经有定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即使是最极权的国家 他们也要声称自己是某种特殊形式的民主 也就是说即使是极权制度的国家 他们也不认为极权制度是道德的 他们必须要掩饰自己的极权制度 所以在道德问题上 也就是制度的合法性的问题上 这个是一个基本已经解决的问题 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哪一种制度更有效 一个道德的制度不一定是有效的 比如说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体育精神 但是在实际的比赛中 尤其是对抗性极强的足球 橄榄球这一类比赛中 你这个道德显然会导致体育运动的发展的极其低效 所以道德并不代表着有效 那么在人类社会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上 哪一种制度更有效 这个实际上是缺乏定论的 在民间的讨论中 大多数情况下讨论双方 都会带有一定的情绪和立场 我天生喜欢自由民主 我就说自由民主的制度是更有效的 或者说我天生就崇拜英雄或者是精英 那我就说统一思想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更有效的 所以这个方面的比较是很困难的 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把这个问题客观化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可能会成为这种比较的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尤其是当中国的抗疫措施和全世界都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一个绝佳的研究标本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下 在一些阶段上产生了极大的效率 而在另一些阶段上又产生了极大的荒谬 我相信 继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研究的重点对象之后 社会学家们也会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来研究极权制度在人类社会管理中的优势和弊端 如果要作为严谨的社会学研究 那我首先必须规范化什么是极权制度 Autocracy 什么是Autocracy 以及证明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是Autocracy 这些步骤是必须的 但是在大众传媒上就只能略过 我们可以把这个判断作为一个假设前提来接受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 印度语学者阿玛蒂亚森 你也可以把他认为是孟加拉裔的 其实他主要是在英国完成的教育 他曾经获得过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并且在剑桥大学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 和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 森教授在社会福利 社会公正和人类饥荒方面的研究是有开创性的 森教授在研究人类饥荒的时候发现 人类的饥荒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发生在极权制度这个条件下的 而在能够定期的选举 有言论自由 公众能够制约政府的国家里 几乎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 为什么呢 森教授的研究显示 所谓饥荒并非是粮食不足 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资丰沛的世界 世界上总体来说 它总是有地方有吃不完的粮食的 所谓粮食不足 本质上是信息传递不通畅 或者人为的阻塞 使得粮食运不到那个需要粮食的地方 才发生了饥荒 森教授说 饥荒的发生总是源于某种社会管理的失效 他认为饥荒的产生一般存在两种因素 一个是统治者因为权力不受制约 所以他缺乏政治动机去迅速的解决这个饥荒 他的权力是绝对的 他没有这种政治压力去解决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在集权体系中存在信息流动不畅的问题 也会导致这个统治者无法迅速的了解灾荒的实际情况 从而耽误了救灾 好 那么你看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中国早期的对疫情处理的这个活动中 在中国的社会里什么对人民是更好的 这个定义权不在中国人的选票中 也不再能够自由发声的媒体中 而在精英们的主观的认定之中 我认为什么对你好 什么就对你好 你没有反言权 在疫情发生之初 精英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 李医生发现了疫情的最初情况 但是统治者缺乏政治压力和政治动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反过来解决了李文亮医生 同时 由于信息流动的不畅 没有自由的媒体可以发生 所以中央也不太清楚地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疫情之初 就严重的耽误了对于疫情的管控 这就非常类似于一个森教授所说的社会管理失败情况下发生的饥荒 但是 集权体系啊 并非是没有优势的 事实上 军队中采取的就是标准的等级制度 hierarchy的集权管理模式 军队的效率一般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儿需要说明的是 这种高效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的任务目标必须是非常简单而明确的 有了方向之后 它会变得非常高效 当中国政府一旦反映过来早期疫情的严重性 这个时候目标就变得非常简单而明确 他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高效的 同时 集权制度不需要去考虑主流民意 它没有权力授予方面的困扰 不像民主国家 议会不授权 你这个措施就执行不了 集权国家没这个问题 政治精英们可以直接为老百姓去决定 什么是最好的防疫措施 而且立刻执行 所以在疫情管控的中期 也就是疫苗普及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中国的疫情管控的效率 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鹤立激情一记绝成的 集权制度可以说它是一个发动机极其强劲的汽车 但是它的导航系统转向系统存在巨大漏洞 探测雷达的反馈系统 信息反馈系统的效率就更低 这有点像本田汽车 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 你买本田车 其实就是本田公司卖给你一个发动机 搭配了一个汽车 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系统 好 那么等到疫苗出现以后 尤其是MR内疫苗出现以后 情况又变得复杂起来 是否采用MR内疫苗 这个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但是呢 却被掺杂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因素 非要自己去开发灭活疫苗 集权制度下 信息不流畅 决策的收入率高的这个困境又显现出来 中国错失了早期大面积接种 MR内疫苗的机会 这个强劲的发动机没有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选择正确的道路去奔跑 甚至连什么中草药都被用于去对抗疫情 造成医疗资源的大量的浪费 而当疫情发展到Omicron 发展到上海封城 就显示出这种系统的某种完全的失灵 封城导致的激发性的死亡数量 比如说抑郁症的爆发 很多人跳楼 一些其他的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在医院之外就死掉了 还有大规模的检查核酸 本身就会导致病毒的传播等等 这些情况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 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 已经发生了大幅的改变 但是集权体系要做出反应的速度 依然是极为低下 整个系统继续按照惯性在运行 原因几乎依然还是阿玛蒂亚森教授 所提出的那两个原因 统治者完全无需担心 自己的权利会因为人民的不满而削弱 因为他的权利是不受控制的 还有就是 统治者他得不到自由流动的信息 带来的正确的信息反馈 权利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 中国的文化传统上 有着非常强烈的极权主义的倾向 而这个很好理解 事实上很多中国老百姓也对我说 我坚决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 是为了我们好 这一点我不反对 我也相信任何一个皇帝 他都希望自己的国家 国父名强和亲海燕 就连司马中这样的傻皇帝 他都希望鸡鸣能够吃上肉糜 对吧 何不食肉糜呢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 社会科学的科学问题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极权制度的安排下 他不是一个臣妾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 而是一个臣妾实在做不到的问题 极权制度虽然在目标明确简单的情况下 确实可以达到高效 但是在道路选择政策制定方面 存在严重的信息采集方面的短板 那么极权制度是否可以在不引进民主的情况下 来改善自己的执政短板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 鉴于篇幅的原因 极权制度的自我改进内容 我放在今日美政网站jrmz.org的那个版本中播出 好 今天的明察秋毫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支持 我是主持Nary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